新格魁赖清德上任后 前格魁领权留下的一粒一修正义 如何解套引起各界的关注 赖魁14号表示 将在下周立法院总质询后 迅速拟定方案再向大重报告 立法委员Gulaz Yudaka表示 说整一粒一修法案 是为了要解决劳工权益的问题 现在如有部分特定产业的劳工不适用 就得再进行法律内容的调整 的确我们在法律通过的时候 我们面对实务上操作有困难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要面对它来修正它 那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 如何的太过于仓促 因为任何一个法律 包括连原住民族基本法 我们都看到它有不适用的时候 我们都要修 所以其实就是勇敢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而无党籍立法委员高金苏美表示 以利益修政策对于大部分 以重劳力无固定雇主工作的族人们 影响很大 政府应该要征询各界的意见 至于制定政策之后 要如何去落实才会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立一修 其实在立法院充足的通过 现在真的就发生了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要修改 好 很好 要修改 但是绝对也不是你们这些多数的人 说要修改 要修改 应该要跟所有的行业别人 我们坐下来好好谈 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会牵涉得太广了 而赖克也将会在下周五到立法院 进行施政报告并被质询 针对具有争议性的一立修法案 不管是劳房或资方都在广望 记者比例无溜台北市采访报导